哇 你们四个人真的好震撼 好震撼 对 又震撼又震撼又好震撼 你们大震撼过来 这个真的很好笑 就是国际大奖的那种音乐颁奖典礼的那种 所以我 我现在要财宝 我们这边好奇怪 歌迷 请先艺人区 再牵歌迷区 你们要不要这边 我们这边好酥 我们这边好奇怪 要不要艺人捧瓶酱用 哇 哈哈哈 华福 你这个歌是 你得多哪里 坐坐坐 原唱 这是一首原唱歌 对 但是是找人 写的意大利 对 在意大利收的歌 对 在那边收的 很好听 嗯 可能是因为我们四个都是歌剧系的 嗯 这次 哎 没想到你唱花枪 对 而且你唱 这么厉害 哪有哪有哪有 上次天天笑上我还没感觉 但是这次 他第一就是上一集他就想铺上去唱了 每一次他们其他 另外四个兄弟在唱的时候 他就一直哭 他就说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唱 我之前没有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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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上场前有没有哭啊 有 是不是 就会很紧张 我觉得他一定会哭 他比较敢 今天汗水比较多 都擦我身边来了 哈哈哈 对他们四个特别努力 在楼下练歌 我在房间都特别听得特别听得特别听 可能我们就隔壁 反正你们四个人一边走边唱 然后 大半夜的 大半夜 我觉得最早 我知道他们要来的是同桌 有一次在快奔 有些何老师问你 对对对对 何老师说哎 要不要宣布 然后 他老师不用不用 可是我那边不同意宣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大概就猜到应该是你们会在 哎你们为什么会齐熄老师兄老修啊 因为男歌手就算他和周深 男人之间的对决 那为什么不选周深呢 我们他在我前面呢 哈哈哈 其实也是 也是 真的吗 我们绝对不会选周深的 老周我肯定不会选老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太好了 你知道因为我一开始告诉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直觉 我觉得你们会齐熄他 因为你们是差不多累 不会不会不会 都想有点够 我们是一个节目出来的 感动啊 你看你们是一个节目 哎你别这么说 我就被一个节目的人激喜 哈哈哈哈 不是我们 哈哈哈哈 哇大家聊的好欢 都忘了比赛了是吧 二啊 那这是我们 第四轮的竞演 然后 这一轮竞演的第二次棋席 刚刚在老肖 好 肖建腾演唱 我想要一种感觉的时候 在演唱之前 就有感觉有人会齐熄你 但没想到 齐熄你的人 是我们的深入人心男团 啊 我觉得深入 男团 会 嗯 你一直对自己音乐很自信的 为什么会 做这样一个判断 不是 不是 我觉得 我说真的 然后 以音乐的调性 啊 旋律的 跟气氛 整体的气氛 分为来说 都是他们 啊 我觉得更善意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摆太太 那刚才 深入人心男团演唱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现场一共收到492张有效票数 获胜的这一位是得到的票数是 谢谢 恭喜 深入人心男团齐一席获胜 你们得到的票数是356票 哇 恭喜深入人心男团齐一席获胜 恭喜恭喜 好 当然我们这就意味着 我们本轮在线歌手当中肯定有一位要离开 这么优秀的歌手当中 会是谁离开呢 就是下一次 那么在下一场 我们综合两场的成绩之后 就会揭晓 但是我们还要在这里 先祝贺深入人心男团 有机会进入到我们在线歌手的行列 齐席获胜 那至于能否成功 就会在我们下一次的齐席成绩出来之后 来确定 最终的齐席成功的歌手 会是谁 好的 你再把你去 下一个谁了 好 下一个准备了 下一个准备了吧 我管不过来了 加油 没有压力了 没有准备了 棒呆 有点准备了 好